原本舞集创办人林怀明睽違13年最新立作《烟》 将于11月13日和14日在台南文化中心晚上7点半演出 这出林怀明作品色彩最为强烈的就是情欲最为浓厚的舞作 在2002年首演正折了来台观舞的欧洲舞评价瑞士舒立市芭蕾舞团跨海球舞 在林怀明同意授权江烟的舞蹈传授给舒立市芭蕾舞者 助理医书总监李军军表示 舞蹈中讲的是回忆台上有一棵枯树地下有一堂池水 由一位黑鹰女子来开始道歉这一切的回忆 同时也采用国内画家林剑星的超写实画作 是一个非常值得看的舞蹈作品 今天是林怀明老师2002年作品 创作灵感来自于法国作家Proust的小说 《追遇似水年华》 所以舞蹈中讲的是回忆 从这个回忆开始 我们音乐采用的是俄国Synika作曲家的音乐 台上有一棵很大的枯树 地上有一堂池水 有一位黑衣女子来开始道歉这一切的回忆 那我们洪师还采用了国内画家 林静清先生的超写实的画作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值得看的作品 今天在如青集团站住集 坦人士政府文化局协班下 云门舞集特别邀请坦人士 偏远地区的年轻学子 包括南宁中学 文贤国中 江珠国中 动员国中 佐证国中等校1300多位学生 产生欣赏教育场演出 中文贤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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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助理艺术总监李敬军燕聚的正式演出有全裸的场景 主要是原汁原味重现当年的一镜 关于爱与情感饱满而赤裸裸的呈现 好保留 记者黄俊怀台南报道